近期馬拉松界最夯的話題莫過於是Kelvin Kipton 以2小時00分35秒 大幅度改寫喬神的世界紀錄 而關於他和喬神 誰能成為首位在正式馬拉松賽破2的運動員 也有熱烈的討論 不過有能力破2的 可能不會只有他們兩位 很可能有接近10位新生代選手都具備這種實力 本集我們來看看上週在瓦倫西亞辦成馬拉松 東非田徑好手們在馬路上恐怖的表現 討論他們可能會不會是即將降臨的馬拉松破2世代 也記上次分析Kelvin Kipton訓練的影片 這次從天分和年齡的角度 討論他跑出2小時00分35秒 其實是合理的觀點 2023年瓦倫西亞辦成馬拉松 在10月22號登場 這個時間點讓許多剛結束賽季的田徑場好手們來共襄勝局 以及和開始下半年賽季的路跑手們切磋 而他們都沒有讓跑迷們失望 主辦單位安排了每公里2分45秒的配速員 帶領著大隊人馬前進 這差不多是58分整的配速 但是PB世界歷代二位57分32秒的 前半馬記錄保持者 TB Wild Candy 覺得這個速度太溫馨 4公里後殺出拉了一個2分39秒的1公里 接下來這3公里 是驚人的8分08秒 只有伊索比亞三位田徑場的頂尖好手跟得上這個強度 這3位都不是名字不知道怎麼唸的東飛NPC Solomon Berga 23歲 東京奧運萬名金牌 5000公尺12分43秒02 為世界U20紀錄保持者 萬名也有26分44秒的實力 Umit Kangelcha 26歲 室內一英里世界紀錄保持者 3分47秒01 今年在鑽石聯賽奧斯陸戰 5000公尺和世界半馬紀錄保持者 Yacob Kiblinmo 競合出12分41秒73的利代第5PB 一個月前 在鑽石聯賽油精戰3000公尺 和挪威傳奇 Yacob Kiblinmo 競合出7分23秒64的利代第4PB 可以說是人生巔峰的一年 而另外一位 Hogas Gubitwet 2012年 就以12分43秒53 寫下5000公尺世界U20紀錄 當時他改寫的紀錄 正是喬神所保持的 而改寫他紀錄的正是現在同場競技的Paragun Hogas縱橫殺場12年 參加過兩屆奧運 拿下一面奧運銅牌 從出道就完全和Mofara法拉爵士重疊到 已經算是骨灰級玩家 但其實也才29歲 不到一個月前 也才在世界路跑錦標賽拿下5公里的金牌 儘管年輕時被法拉玩弄於鼓掌 現在又受到後期之秀的挑戰 同世代的場地賽選手大多引退 他還在第一線奮戰 回到瓦倫西亞半城馬鬆 Candy拉出這波高速 5公里到10公里之間 為13分32秒 比Yacob Kivlemo世界紀錄 57分31秒的5K平均 13分37秒還快5秒 而正當大家開始引頸期盼世界紀錄的誕生時 Candy可能不想這樣一直幫三位 一手必要好手配速 就放慢速度 集團開始忽快忽慢 大眼瞪小眼 10到15公里這個區間 掉到13分46秒 其中甚至有一公里 掉到2分50秒 最後5公里 Candy再度出來加壓 這次甩開了奧運金牌 Barracar 最後2K他們的配速還落後世界紀錄10秒多 Candy拉出來換檔加速 前半馬世界紀錄寶車的Candy也很勉強逐漸落後 Huggers游刃有於咬上 正當大家又開始期待世界紀錄時 Candy拉似乎忌憚Huggers又把速度放慢 就這樣三人又跑在一起 來到終點前不到1公里 按理說今年在場地賽和5K路跑如日終點的Candy拉和Huggers 最後幾百公尺這種射程範圍 應該可以墊Candy 但Candy讓人跌破眼鏡的開Turbo 反而是他 最後400公尺拉出57秒的速度 激壓兩名伊索比亞好手奪冠 雖然三位伊索比亞場地賽好手 被Candy教怎麼跑辦法 但他們都跑出57分台的恐怖成績 分區世界歷史上第3、第4和第6塊 根據Jack Daniels的VDOT運動表現換算表 他們都已經超越列表的極限85的換算時間 換算全馬有2小時01分10秒的潛力 既然Jack Daniels沒有列出86的換算時間 我們嘗試換算出86接近的數值 得出以下的結果 不難看出 現在5公里到馬拉松世界紀錄都已經來到介於85和86之間 而86對應的馬拉松完賽時間 正是剛好差不多破2的1小時59分58秒 對應的5000公尺 也正好是以每圈400公尺 剛好1分內跑完的12分29秒6 這個現階段象徵人類長距離極限的86 在數字上有不少微妙的巧合 半程馬拉松在碳板鞋時代有爆發式的發展 到目前為止 49位SUB59的選手 有38位是在2017年後跑出來的 而SUB58的選手 在這次瓦倫西亞半馬後 來到了7位 7位全都是在2020年後跑出來的 拳馬其實也是相同的爆發狀況 SUB2小時05分 在2017年開始暴增 到2023年 也即將超過100位 SUB2小時03分也即將到達10位 但不像5000公尺和10000公尺的高度關聯性 半馬歷代排行和全馬歷代排行幾乎沒什麼關聯性 半馬世界歷代百捷和全馬歷代百捷幾乎沒什麼重疊 一方面是半馬成績大多是2020年後年輕世代跑出的 大部分都還沒有跑過全馬 全馬歷代榜上有名的選手 反而大多沒有專注在半馬上 像是喬神的半馬 PB是2012年的59分25秒 Kelvin Kepiton雖然還沒滿24歲 PB也是3年前的58分42秒 這跟馬拉松訓練法周期內不易跑出完全發揮的半馬也有關 反而是專注在場地賽或是半馬以內的選手 能不時以新鮮的雙腳跑出佳績 馬拉松歷代第二節和歷代第三節 都是2小時01分台的喬神和貝野 他們都是在30歲左右場地賽走下坡後 以馬拉松開啟事業第二春 Kelvin Kepiton18歲時在肯亞的2000多公尺高原跑出半馬62分 相當於平地57分多 展現了恐怖的潛能 但沒有教練和臨場表現不佳 再加上碰到疫情的關係 之後的兩三年沒有太多機會發揮真正的實力 結果一跑全馬一名驚人 在邁向體能年齡巔峰的23歲 大幅度突破人類馬拉松的極限 這也許會影響更多在田徑場 或半馬以下打滾的東飛好手們 在30歲前 速度和恢復最好時投入馬拉松 也許會讓馬拉松破2的時代更快來臨 想像一下喬神或貝野 在巔峰時期跑馬拉松 搞不好人類早就破2了 講到這好像都在討論東飛好手 現在田徑場中長距離 最強的挪威傳奇 雅庫英格布里克森 早已放話 他遠大的目標 是從1500公尺到馬拉松的時機率全都刷一遍 現在差不多快搞定3000公尺以內的距離 Kipton的出現 也許會讓他加快往更長距離發展的腳步 也說不定 你的目標是第一次跑到2個小時 沒有的 Kipchoge有的 那會有很多玩意 最後要聊的是心態問題 縱使這次的瓦輪西亞馬拉松多人創下佳績 但不難發現 選手在田徑場上養成的戰術運用習慣 在關鍵時刻都有發生 導致可能破的世界紀錄就那樣飛了 馬拉松要破世界紀錄 需要向Kipchoge的穩定前進和霸氣 和Kipton義無反顧開下去的鬥志 事實也證明他們也把自己推進到沒有人能跟得上的地步 這是具備優異條件的新時代 最需要的 那今天就先分享到這 有任何想法或建議 歡迎留言分享 我們不停腳 下次見 我們不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